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纪元世界头条 首先看到台湾新闻 美国使馆挥号去中国 引发台美建交热议 在美国卫生部长艾萨访台期间 8月10日美国驻华大使馆 将微博、微信号还有推特上的挥号更改了 新挥号去掉中国两字 只留下北京 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 这表示美国同时要加温对台关系 美台建交可能性 大于台海热战 不过分析也认为 虽然美台建交不无可能 但是没有这么快 在此前美国还会实施对中共的金融制裁 或是派国务卿蓬佩奥 副总统彭斯访台等可能 再看到下一则新闻 高雄市长补选经过52天选战 由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以67万票当选 对于小内阁人选陈其迈表示 在地专业优先将用人为财不分党派 希望未来市府团队能够接地气 立刻了解问题所在 也能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也就是希望小内阁成员 能够立刻进入状况 开始解决问题 而现在高雄议会成员 仍然是蓝大于绿 是否可能会有更多冲突 陈其迈仅表示 会用更柔软的身段 更谦虚的态度去面对议员质询 接着看到中国新闻 习近平要求节约粮食 分析称陆内忧外患严重 疫情人重创 加上洪水泛滥 多地灾情惨重 陆续传出庄稼被洪水淹没 作物倒幅滥秧 一些农民抢收盗米 还是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 造成粮食减产 近来习近平就提出了 制止餐饮浪费 中国餐饮业也纷纷出招来节约食材 例如提出了N-1 N-2点餐 也就是不管多少人点餐 都少点一人份或者两人份 或者是半份半价 小份试价等等的 不过根本问题 可能不仅是洪灾造成的 北京水资源专家张俊峰 对大纪元表示 根本上的危机 是农民不种粮 农村空心化 农民觉得 种粮食不划算 打工赚的还比较多 造成中国国内产量减少 加上美中双方在各方面对抗加剧 如果制裁更进一步 中国民众可能更面临危机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 如果未来美中冲突加剧 美国不许中共再使用美元 那么中共再想进口商品就不会容易 其中也包含粮食 接着看到香港新闻 川普受访时表示 收回香港优惠 钱不给中共 川普在电视节目上表示 香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美国投入了巨量的金钱 作为刺激措施 来帮助香港实现自由 他解释 美国投入这些钱 是为了保障香港的自由 但是中共在香港的头顶盘旋 所以那些钱我全部都拿回来 为何我要把这些钱给中国 同时也表示 收回优惠待遇 会让香港陷入困境 人们会转着到纽约证券交易所 还有纳斯达克交易 也谴责中共和港府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攻击 并称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被抓 以及香港警方突袭苹果日报编辑室 是一件可怕的事 继续看到美国新闻 美国TikTok禁令细节 商品下架 禁止广告 川普6日签署了两项关于TikTok的行政命令 但是究竟有哪些交易会被禁止 尚未明确界定 不过根据路透社近日取得的白宫文件表明 TikTok禁令的内容可能包含 在APP商店下架TikTok 禁止广告商投放广告 以及禁止美国用户下载或者更新 同时美国证件交易委员会也在调查 另一个中国科技巨头 爱奇艺的财务造假问题 美调查财务造假 爱奇艺股价崩19% 狼群研究的一份报告指出 爱奇艺2019年营收 虚报27-44% 透过虚报支付 购买影集的花费 资产收购等类别支出 掩盖财务造假的事实 欺骗会计师与投资者 消息一出后 外界纷纷怀疑 这是否又是一场 如同瑞幸咖啡的中期造假丑闻 使得爱奇艺股价 在美股盘后交易时段 一度重挫19% 盘后交易结束时 累计下跌12.36% 继续看到下一则新闻 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达成历史性和平协议 上周四 在美国总统川普 居肩斡旋下 以色列宣布 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达成历史性和平协议 双方的外交关系 全面正常化 这是以色列首次 与阿拉伯国家达成类似协议 也让美国不再需要 投入大量军力在中东 而把更多心力 放在组建反共联盟上 阿联酋驻美国大使 欧泰巴随后也声明 该协议即刻停止了吞并和暴力升级的可能 它保持了阿拉伯联盟 和国际社会任何的两国解决方案可行性 最后关心澳洲新闻 澳洲联邦警告 若过度封关 各州将自行承担经济损失 澳洲旅游产业理事会理事 呼吁国家内阁建立清晰的边界关闭规则 并且是根据医疗专家的建议来关闭边界 而不是各州自行其事 像是昆州已经对新州 首都还有维州关闭边界 而北里地要求所有非必要的来访者入境 需要隔离14天 而且拒绝高风险地区来的人入境 联邦政府就表示 如果一个州或是行政区 对一个已经控制住疫情的州 及行政区关闭边界 那这个政府就必须要为自己 辖区内的旅游产业受创负责 也要自己去提供额外的支持 好的 今天的大纪元世界头条就到这边 更多完整的内容 欢迎订阅大纪元时报 守护台湾不能松懈 了解世界脉动 开阔你的眼界 我们下周再见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于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 天启 很好 来说